近一段时间,美国频繁对华放大招。拜登表现得极度恼怒,致使中美关系日趋紧张。也难怪拜登恼怒。原因就是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惊吓。中国近来的表现实在是令拜登心中烦闷。加紧半导体领域的封杀,无理击落中国的流浪气球。 封杀TikTok,公开支持台独。否定中国旅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方面的成绩。指责中国经贸体制和政策。对多边贸易规则带来巨大挑战。甚至于还有意无意地发出战争威胁等等。对华攻势是一波接一波。似乎忘记了这是竞争而非对抗。似乎忘记了要落实会晤共识和建立防冲突护栏。 可以说是凶相毕露要彻底撕破脸皮了。其实这一切也完全在情理之中。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。以明确指出未来十年是世界的十字路口。已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时期。眼看着中国就要建成现代化强国。眼看着美国时代就要过去。再不翻脸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新冠三年,中国经济承压严重。特别是2022年。 GDP增长也确实的有些不尽如人意。中美GDP差距又被拉大了。令美国人有点沾沾自喜了。又有人说中国永远也追不上美国了。 去年末,中国事实调整抗新冠政策之时。可以预料到的疫情反弹。 就让很多人想看中国的笑话了。以为中国一放开,三年的抗疫就完全前功尽弃了。甚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等相关组织都发出预警。说放开后的中国经济会拖累世界。 大幅下调了2023年的经济预期。显然断定中国经济将出现一路下滑的趋势。然而中国只用了50多天时间。就基本上实现了美欧用了三年时间。 也没能形成的全民群体免疫。如今在新冠似乎一下退回到了美国境内。中国年的洪货场面。不但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,极其自信的精神面貌。更从中体会到了中国经济的复苏热度。这一下惊着了世界,惊着了美国。一时间,各大国际机构组织,纷纷大幅上调中国经济的预期。当然也上调了世界的经济预期。 各国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向。尽管如此,都感受到了强烈的热度。但似乎还是不那么确信,甚至于不想那么确信。日前中国相关部门公布了PMI信息的时候。这一下更让世界又惊又喜了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2月制造业。服务业PMI分别回升至52.6和55.6。两大行业PMI双双提高。带动2月综合PMI产出指数。上升3.5个百分点至56.4。 三大指数均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。另据路透社3月1日报道。3月1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。2月份中国的制造业活动。 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,超过预期。报道称,全球市场对中国PMI的大惊喜感到振奋。亚洲股市扭转此前的跌势。离岸人民币走强,油价上涨。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更加乐观的看法。这一组数据,不仅成为了世界新闻。也立即占领了华尔街头条。中国工厂活动创十年新高,推动复苏。 制造业PMI指数创2014年以来新高。强势复苏,又创新高等等,都是华尔街的头条。看到这样的消息,又怎么不令拜登心中难过呢?美国斗来斗去。怎么就是压制不住中国快速上升的势头呢?这一组数据,又预示着中国2023年经济更加可期。而一月份中国使用外资也同样又创新高。 已经有国际组织机构,准备再一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了。而此时的美国呢?各大国际组织机构的预期增长,连1%都不到。 甚至于美国人自己都觉得,本年度爆发衰退危机的可能性很大。去年美国路得了40多年来最高的通胀指标。 拜登用尽了心思,释放了大量的战略能源储备。更想通过疯狂加西哥韭菜的老手段转移通胀。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在6%左右徘徊。令拜登心中不安的是,中国复苏的强劲势头一旦外溢,就又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到来。 而每当中国时刻到来,必然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和能源价格上升。美国的通胀或许又会回到新高。而中国呢?也不需要大光起火就表现出了东方这边独好。尽管受美国加息的影响人民币曾经一度走低,可也很快就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。 问题的关键是,人民币在国际清算系统中的占比不高。可在国际支付体系之外, 却已经有数十国开始使用人民币清算了。也就是说,去美元化正在形成风潮。而与中阿加强合作相对应的是,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衰落。而OPEC加也开始推动石油美元的脱钩了。 中东政治的去美国化,石油交易的去美元化。这当然要怪罪于中国的不合作了。如今,中国又坐稳了世界经济复苏主动力的头把交易。 拜登推动的对华脱钩战略可怎么脱钩?真的头痛?或许正是因为如此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失时机发布了。 2022年中国旅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。否定中国旅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方面的成绩。 指责中国经贸体制和政策。对多边贸易规则带来巨大挑战。中国依然是世界复苏的主动力。各国依然还是搭中国经济的重型列车。 美国车可就要空着了。因此必须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。一定要灭中国的威风、长美国的志气。 可问题是,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雄厚。中国也早就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。 中国内循环经济圈已经成型。中国经济的强大吸引力。正在吸引世界与中国一道,建立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圈。 这一切可不是由美国来领导的,拜登自然会恼火。 近日高盛集团网站发布报告说,预计2023年,中国四个季度经济平均增速为6.5%。将提振全球经济增长。 同时,联合国发布的《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》与展望报告中,也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4.8%。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乐观。在他们发布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报告中,大幅上调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,至5.2%。 最让人意外的是英国。因为英国一直紧跟美国制裁和围堵中国。 然而苏纳克却发现,2022年,英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同比增长58.7%。而同期,英国从中国的货物进口增长9.8%。 此时他也看明白了。失去了中国,英国将会非常惨。 目前英国的公务员、教师、护士等群众,正在不断游行示威,以抗议物价上涨,纷纷要求涨工资。 但是如果经济上不去,拿什么涨工资?弄不好苏纳克很可能像他的前任那样,灰溜溜的下台。 近日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吴乔文表示,英国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强。 他们普遍认为随着中国消费的反弹。今年的中国市场存在巨大商机。 有意思的是,英国人也非常讲政治。 吴乔文表示,近期全会和两会即将召开。 英国公司对此充满了期待。 他们希望能出台更多的具体政策。 不过估计不会让他们失望。 只要他们能够放弃跟随美国。 中国庞大的市场,一定不会让他们后悔。 美国仗着自身的体量优势,横行霸道。 却没有看到国际局势发生的转变。 如今的世界已经不是美方说一不二。 能挥动制裁大棒限制别国发展的世界了。 美国企业,美国消费者,美国进出口商。 想要保证收益,就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。 一切形式的脱钩锻炼策略都是一个笑话。 必然是不现实的。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发现。 如今,外界对于中国的依赖,要远超中国对外界的依赖。 我国拥有的选择权是更多的。 我们希望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, 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。 各国是要继续一错再错,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上。 还是要改嫌疑者实现共同繁荣,最好仔细考虑一下。